我还是给你看照片 有一个女孩子 她租了一个30平米的 30多平米的 你看 这么大 刚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烂七八糟 香港人烂书挺大 然后你再看下边 就墙皮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 她租下来 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自己把这个墙皮 烂墙皮 给油漆粉刷 就说哪怕在一个小小陡市之中 生活也可以过得有滋有味 而且呢 自己在小厨房 自己随便给自己做点吃的 你看 几样小菜 就是她也可以 30平米的一个小房间里 她也可以 30平米真的不小了 30平米完全足够 做她现在做的事 当你有30平米呢 你当然这个女生 先说增气 两个字 这最重要的嘛 不管你有钱没钱 都要增气 她增气 然后问题是说 30平米已经足够 她而且有这个动力 让我把这30平米弄好 去过一个比较快乐的生活 当你到住8平米的时候 你跟我讲增气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布置啊 我8平米的房间 吃喝拉扎 睡都在那边 我甚至几乎等于站着睡了 棺材房 冰箱房 我住过7平米 在香港吗 在广州 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第一个中介带我去看房 那也很差的地方 她说哎呀 不要担心了 刘嘉玲以前也住这儿 你知道我最早刚到香港 公司给租的那个房子 40多平米 还两房一厅 我跟这个中国著名音乐制作人 黄小茂 跟小茂 我们俩这个 你知道就是 我们俩住的那个 是空简的房间 那个地毯呢 是紫色的 墙呢 就是是那个 也是紫色的 我们住在一个紫色的房间 你知道俩老爷们 俩男的 朋友们 睡了之后都觉得很诡异 那时候 又那么小 你看就别扭 你知道吧 一个电话号码 对吧 他老抱怨我 说你跟哪个女的打电话 一打打几个小时 一个打打几个小时 我根本没法跟我家里联系 老站着线 是吧 等等 到最后就这样 你看住了一年 就各本东西了 就发誓 已经很难适应住在一起了 必须独居 因为这种情况 在香港非常普遍 那香港发展出 大家很灵活 也很体贴 比方说 你家里一个女儿 有爸妈什么 有兄弟姐妹一起住 然后你交了男朋友 大概 大概都知道的 会吃饭的时候 女儿说 今天晚上我男朋友来 八点半过来 大家就你一眼 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都懂了 男朋友八点半来 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八点二十五分 就各自找理由出去 妹妹就说 我去蹭K 弟弟说 我去踢足球 爸爸说 我要下去 看大妈广场舞 那大妈 其实就是她老婆 她老婆 跳给她看 我只体会到 一个最实在的 就是你知道 我不是 就是刚才说 就是我有时候闹 这个有一次 那时候闹点 这个心脏病 也不一定是心脏病 可能是心脏神经关灯症 但是就恐慌 恐慌 我发现那个时候 这个是独居的一个客观问题 就是你知道 我在北京有好几次 因为你很恐惧 你很恐惧 所以到最后发展到喝白酒 就是心跳 心跳一百多下 其实喝白酒 就心跳一百多下 你知道吗 但是有时候你分不清 你分不清 喝一百多下 又觉得是不是要发作 然后到最后 后半夜睡不着 前半夜是酒精的作用 后半夜是恐惧的作用 我的天哪 我就抓着这个手机 就看着这个 准备打那个急救电话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我说这玩意 这我要这么过去了 那谁知道啊 谁帮你报急救呢 收拾遗体 你真的时候 你记得吗 张爱玲就是 死了两个星期吧 才被发现 在香港不是有老人家 按那个什么钟吗 对啊 平安中 你以后也可以 好像有些国家有个表 你要摔倒了 也可以按一下什么 那这倒是城市服务 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被独击人士啊 我见过的 就是真的 我有一个老师 就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我见过的 真的我发现 是他可以一个人 孤独过一辈子的 就是我一直试图 就是找出破绽 但是他真的就是很独立 他一直是一个人住 然后呢 他可能过去也有谈恋爱 但是也最后反正 我也没有多问啊 就一直就是反正没有住了 现在就是一个人 他每天在家里就听歌剧 就已经是退了休了嘛 就是每天就是听歌剧 然后每次你去找他 你进门 你说啊 然后他说啊 这个歌剧他说过一会儿 那个天堂就要崩坏了 一会儿就要怎么怎么 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 他有一丝的就是那种 就是需求 他觉得要打破这种生活 除了他不停去旅行 还有我发现他回email 就回邮件特别快 而且会写一大堆 你写一句话问他 他写一大堆 觉得好有时间 除此以外 我就发现他的那个感觉 就是他 我们讲的这个无欲则刚啊 就是他好像对外部世界 没有任何的要求 而且活到他这个份上 他也不需要再为 什么公民利路去忙 也不需要再建立 任何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就是一个人 我真的觉得这种状态 他可以享受 就是我觉得他是 对我来说 他是蛮 就是挺偶像的 就是说人真的可以活到 那个状态 所以我们要尊重人的差别 传统上讲 人是不是还是天性 就像嘉辉说的一样 还是需要伴侣的 还是甚至还是需要家庭生活的 我们不知道 有些人很显然 一辈子一个人没有问题 很健康 那么这是一类人 但是会不会也存在一类人呢 真的要是长期一个人在屋里 长期一个人在屋里 他会有问题吗 不会吧 有些人肯定没问题 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问题 比如说至少有一些人 就可能表现出性格上的这种极度敏感 那当然 就对别人的那个一个话呀 就是你老一个人住啊 你对别人的刺激容易放大 就会 这是有些心理学家的归纳 这显然也不是指全部的人 那你刚也说嘛 尊重每个人的差异 最好是什么都有 像你讲到 你那老师在英国 像牛津大学的女性主义译者 小说家Murda Iris Murda 他去世了 很重要的作家 他老公也是牛津教授John Bailey 后来也拍成电影嘛 是啊 叫爱逆斯 FOR IRIS 反正回忆他老婆 他们在大学生的时候相爱结婚 然后呢 他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 他说我们夫妻关系那么久 最美好的时刻是什么 在一起孤独 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说法 可是 alone OK 然后呢在一起在一起孤独啊 那种感觉 简单来说就是 虽然在一起也可以相依为命 可是也有自由的时间跟心理状况 还有更具体呢 他说因为我太太是写作的 只有创作的 他需要一个灵魂 很自由的 所以我们是夫妻 可是大概每半年呢 他要去牛津外面一个地方 一个社区那边 里面有画家音乐家各种的人 他就去那边一个礼拜 或说两个礼拜 我不会问他的 我知道我问他 他也不会讲的 我也不问的 反正他一定要半年去两个礼拜一次 失踪了 然后回来 回来了 他又能够重新的创作 捡回他的生命力 所以这样不是最理想的嘛 对不对 又是在一起 又在一起孤独 可是每半年又可以跑出去 自己找寻自己灵改空间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越来越多那种 你可以是孤岛 也可以是连成一片 大家对那种那种自我空间的要求很多 而且他们在一起 反正也都很像独居 我看现在年轻人 就起码我 我觉得我看到他们这个状态 我就觉得我老了 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 包括情侣 坐在一起喝下午茶 喝杯咖啡或怎么样 也都是各自在上网 对不对 也都是各自拿手机 活在别处 对啊 你们这个叫在一块嘛 你们其实还是各干各的事嘛 对 现在的人好像就是他一个单点 其实已经能够跟外面所有的人都连接在一起 不太需要其他人 我这个我记得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句广东话叫什么你知道吗 请到柜台取 我就放脑子里想起 请到天涯 还叫来 不是不是 就为什么是呢 就是我来香港我才知道 那个我那时候我一个人刚刚过来嘛 就是你去美心去大家乐吃饭 可以点一个人的那个份嘛 又有汤 又有饭 又有菜 然后会叫那个号 那个号码嘛 你就可以请到柜面取多少多少号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十年前来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这种 就是一个人可以吃一餐 是到了香港才发现 因为这个城市 它这个城市化 所以它可以越来越多满足 你一个人的这个要求 然后公寓也很小 然后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是用一人份来算 后来我现在就发现 你去东京 东京这个更厉害 是不是 你随时几点钟你上街 24小时 所有你一个人单人需要的东西 全部可以满足你 你这个里边引起过一个问题 就是照你这意思 当然现在有社会学家讲 很多条件 比方说妇女地位上升 然后呢 这个越来越多的妇女 都有了自己的工作 然后城市提供的 你一个人的这种生活服务 健身也好 餐厅也好 这种社会化服务都有了 所以提供了条件 所以这个这个独居的人口在上升 那么这个里边潜伏着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人是原本就是希望独居的吗 恐怕不是 是吧 是说啊 你我原本就希望过去没条件 现在你说有了条件 那那不是说 转变 人社交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吗 不是就很快乐吗 对是愉悦的 你比如像过去农业社会的 它可能就不见得是说 它天生就喜欢一个人住 它农业社会需要那个集体来生产嘛 那当然其实请上非独居 假如讲回现代社会 我们都当然都能讲出独居的十个好处 都知道 假如你有能力去独居 可是问题是说 是什么理由 让我们愿意放弃独居 而选择两个人在一起住了 我们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住 能够讲出十种坏处 互相会吵架 见太多会摩擦冲突等等 那可是有一种情况是说 无可取代 当我们说一起住 而我们不是说一起住个两个月 三个月两年 不是啊 是说建立一种关系 那种就是共同体的关系 在我看来说 你感觉你愿意 而且你希望跟这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下面 一起生活 所谓什么商医为命的感觉 我觉得说 这种感觉没办法 被其他独居的一百个好处来取代的 你当然可以不要商医为命 可是这种很独特的感觉 我跟你近似 但是我现在开始反思 我们是不是有点out了 就是有点老了 我还是觉得你要是说真的一辈子 真的一个人 就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 连个伴侣都没有 这种境况 我还是很难想象 就是咱们所说的独居 你能接受到什么孤独 我现在给你们做个测试 你们自己可以评价一下 国际上有这个表 你就发现呢 你都以为自个儿我要爱孤独 对吧 实际上有的事 你不一定能接受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表 国际孤独等级表 你看啊 这谁靠 我 闻到你 你说说 一个人逛超市 你没问题 没问题 一个人去餐厅 大家都没问题 一个人喝咖啡 一个人看电影 很喜欢 一个人吃火锅呢 有啊 现在有那种小锅 喜欢吗 我可以啊 可以 你不用数了 我到第十级都行 我告诉你 我哪个不行啊 你也别吹牛 因为你根本不去唱K 我不唱K 我是到第十级都行 但是呢 这个第六级 一个人去唱K 有问题 那我去干 那不是犯傻吗 你到现在很多孤独唱K吗 你不知道吗 你没在街头有那个亭子 这个门一开进去 这个不能测 因为我根本就不 我爱唱K 我必须 你让我一个人去包个房唱K 所以这是这个问题 再有一个呢 一个人去看海 哎呦 我好喜欢 对吧 然后呢 一个人去游乐园 哎呦 我也不太去游乐园 对啊 假如要去呢 不是游乐园 跟你换一个舒展 那当然 但是太好了 简直是 一个人搬家 可以啊 搬过啊 我也干过太多了 一个人做手术 可以 这个比较极端 我觉得也可以吧 可以 我觉得这还是有一种人性 就是有一种人 他有没有人享受一种就是 围见忧人 独往来 飘渺 孤红影 我记得多年之前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 就喊文青 我那个女孩子呢 沉默寡言 老不说话 总是背着个话夹子 就是 看见什么就话 就话 我跟她坐在一起 她也没什么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话 总算人找到个理由 不跟她说话 对啊 我在她对面 她就画 不管我说什么 她画 有时候笑笑 就画 那一个女孩子很有意思 后来不知道 不知所踪了 就我很少见到她 我很少见到她说话 然后呢 她再有一个行为 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但是呢 听她这么讲啊 我都觉得要流下泪来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 她说她喜欢去那个 就是淡季的 这个就是没人去的游乐园 她就是 你能想象到吗 根据我的描述 就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一个人走在游乐园里 那个旋转木马 他们尤其爱坐旋转木马 她坐旋转木马 还有小飞下 然后就一个人就把这个 默默的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玩一遍 游戏的玩一遍 我不知道 你比如说在我这种人心里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享受伤感 享受忧郁 其实我会这么想 但是我想也未必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女孩 她内心 你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确定是很自责 有人是真的是喜欢这样的 就是他有 因为为什么呢 听你这么讲 他可能觉得自己将来要在创作上面 要干些什么事 有一些人专门喜欢去破败的游乐园 他当时是在做记录 可是问题是呢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还不是你说的台湾女文青 现在很多女孩子单独出门旅行 她一点都不孤独 为什么 她随时在打卡 随时在上网 随时在告诉大家 各位 我今天她可能还是个网红呢 我今天来到迪士尼 这个新的这个游戏 我刚才玩过 我给大家报告怎么样 你看 这是我刚才拍的照片 这是工作 忙死了 朋友圈就是她的舞台 对啊 对你知道吗 其实你刚才说 就那个女孩子不是一路会画画吗 一个人去旅行的人 其实她一定会有一个非人的伴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画画就是她的伴侣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我也经常 以前 曾经自由的时候 会我一个人去旅行 我的伴侣就是一台相机 我觉得那时候 你一点都不孤独 你就自己跟自己玩 就是别忘记啊 你们刚说的各种情况 都是想象那个人 一个人去旅行的 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对不对 背着一个画架 拿着照相机 这个那个 那生命会走下去嘛 你17岁 23岁 25岁 28岁 可能很enjoy 很享受 一个人背着画架 什么去旅行 去吃饭 你走下去了 38了 48了 你能够想象一个大妈 坐在游乐场 坐在木马那边 坐在那边 拿着一根玉米 在啃 浪漫吗 她不痛苦吗 你在说我吗 然后一个大叔 自由是不会变老的 因为你 越老自由越珍贵 你还年轻 我记得 当然我 因为生命会走下去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需要 心理需要 身体需要 我记得 我稍稍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 有一次在铜锣玩 一个人 我太太不在 我一个人去吃晚餐 走过一个地方 那种吃削辣店 香港 广东削辣店 我坐下来 我很喜欢吃蛇 蛇羹 广东人 坐下来 一个蛇羹 一个削辣 然后突然坐一个人过来 一个 我当时看是老头了 其实可能我现在比他还老 他五十来岁 坐在那边 一个人点了一碗叉烧饭 一盆青菜就这样吃 一个人也孤独地吃 我当时又觉得好难过 我就发誓 我老了 绝对不能 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跟你完全相反 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